其他的話就是說還有一個部分 如果你按鈕會跑掉 記得因為之前蠻多同學 比如說一插入三個欄之後 奇怪按鈕怎麼跑不見了 類似像這樣 其實我這邊已經改過了 然後改的方法就是物件格式 預設它好像是什麼 大小位置隨儲存的改變 如果你預設是這樣 你會按下它之後 你會發現資料下來 可是它又往右邊一點點了 有沒有資料過來 它又往右邊一點點了 有沒有發現它一直在那邊搬家 那為什麼一直搬家 其實主要原因是這樣 你只要有插入欄 然後按鈕就會預設狀態 就會向右移動 所以如果你不需要它移動的話 記得有一個很重要的設定 我先把它搬回去好了 搬回去就是你先選右鍵 先按右鍵 然後點旁邊一下 再點按Ctrl鍵再點 因為這邊有五個按鈕 然後把它搬回來好了 OK 搬到這邊來 如果你將來不希望說 它只要插入欄就變位置的話 記得喔 請你按滑鼠右鍵 這邊有一個叫物件格式 其實就是一個油漆桶 然後有一支筆就是物件格式 它裡面有一個設定 請務必要記下來 因為我發現很多人不知道這個設定 所以按鈕每次都亂跑 主要就是大小位置 不要隨著儲存格改變 這個設定一定要設定 不然的話你將來即便抓了資料 然後插了欄威 奇怪怎麼一直跑 那這樣按鈕就變得比較 好像有點不可靠 要按還要把它搬回來 麻煩喔 所以要記得喔 改完之後你會發現 那這個按下它 這個時候你會發現 它就不動如山了 它就不會說 像剛剛一樣 你因為插入三個欄 它就向右移動了三個欄的寬度位置 那不會了 OK 所以這個可能請各位要特別注意一下 那其他細節我想 各位可以再參考一下那個 就是雲端上面的程式嘛 那後面其實我有增加一個 刪除資料以外的工作表 也就是我本來是怎樣 插入這個之後有沒有 這邊一個 然後再加這個 然後切回來 再加這個 OK 再切回來 那如果我想要刪掉工作表的話 可以別注意喔 理論上就跑個回圈就好了 那回圈範圍就是從第一個 幫我刪除到最後一個 但是呢 你不能把除了資料以外的這個工作表刪 你不能把這個也刪掉 那全部都沒有了 所以喔 應該程式是這樣寫 就是除了什麼 除了資料工作表以外 其他工作表一律幫我刪掉 這個不要刪喔 OK 這第一個啦 第二個的話呢 所以要怎麼寫 當然這邊的話呢 就是有個回圈加邏輯判斷 那我的想法是喔 判斷 如果不是 所以喔 前提是 如果 他的工作表名稱 不能夠是資料 除了資料以外的 通通幫幫我刪掉 OK 那這程式如何撰寫 這第一個 第二個的話呢 可能還要想到一點 就是說 因為刪除資料的時候 他會地補喔 也就是說如果你今天要刪第一個 再刪第二個 可是喔 他會有個概念就是說喔 如果你刪了第一個之後 這邊是第二個 這邊第三個 那如果你先刪掉這個的 那實際上喔 工作表他有個特性 如果你刪掉這個之後喔 他第二個會跑到第一個去 所以他的編號本來 本來是2對不對喔 當你刪掉1的時候 2就變成1了 所以如果你假設回圈喔 你第一個刪掉了 你要刪第二個 很抱歉 第二個已經變第一個 所以你再來只能夠刪到第三個 所以這個怎麼做喔 那跟各位講一下喔 這個雲端上面其實有這個程式喔 我其實寫的方法大概是這樣子 第一個喔 我先寫一個回圈 但是這個回圈喔 比較特殊的地方 特別注意喔 以前是從第一個 到應該是第四個吧 所以刪完這個 再刪二 再刪三 如果不是 四不能刪啦 所以保留下來 那但是我剛剛講過喔 你刪了第一個 第二個會地補 所以怎麼辦 後來我想了一個辦法 如果你顛倒過來 比如說我今天呢 這個不能刪 跳過 我先把第三個刪掉 頂多是這個地補 但是後面這個二跟一不會地補 所以想了一個方法 所以以後喔 如果你要刪除工作表也好 刪除列也好 刪除藍也好 都有同樣的問題喔 記得喔 請你用反向刪除 什麼叫反向刪除 意思就是說喔 我先從最後面這個開始 最後一個是哪一個 續詞指的是工作表 點抗就是總共有幾個 所以這個續點抗會是四 意思就是說這裡面有幾個工作表 你先從那個第四個到第一個 記得尾巴加一個step-1喔 因為如果你沒有加這個step-1喔 他就不知道說原來你是要越來越少 不然他預設是越來越多 這個可能要注意一下喔 把這個再把它放大一下 這個撰寫風格這邊 ok step-1這個一定要加喔 因為如果你不加的話呢 他變成只會跑一次就離開了 ok喔 好那這樣越來越少 所以呢 接下來如果 他的欄位名稱 不等於資料 這個敘述什麼意思 這個邏輯什麼意思 這個邏輯什麼呢 就是說呢 因為我要跳過資料 這個工作表不能刪掉喔 除了這個之外喔 其他就刪的話 那假如說啦 他這樣跑的話 第一個 是不是資料 是對不對喔 如果是的話喔 那這個邏輯的話 會不會是true 當然不是啊 因為他等於資料 所以他為false 如果為false 他就跳過了 就是不會去執行 那個工作表被刪除 所以跳過 資料沒刪 換下一個 換下一個是這個 路接到前10名 是不是不等於是 是喔 所以他就把它刪掉了 那因為第三個嘛 所以刪了沒有影響 再來第二個 再來第一個 所以我按F 我把它按一下 這個F8好了 足行跑跑抗比 各位看一下喔 所以你會發現 你把游標放在這上面 續著點抗 4有沒有 總共目前有幾個工作表 4個 1 2 3 4 沒錯啦 然後到第一個 那所以I目前會從4開始 OK 4開始喔 那他這個第四個的名稱 是不是資料 4嘛 所以喔 這個地方 這個地方 是不是資料 是 但是他這個地方 我邏輯剛好 把它用成顛倒 不等於的話 意思說 是不是不是資料 那不是資料的話 當然就False False的話就跳過 所以跳過的話 按F8 你會發現 他就不會執行這個邏輯 有同意說 老師 那我如果把這個不等於 改成等於的話怎麼辦 如果等於你這個時候 第四個是不是 4嘛 4的話呢 所以這個裡面的邏輯 為True 為True的話 所以你會發現 為True會跑裡面 那就把它刪 不對 資料不能刪 所以記得 假設你要顛倒的話 記得把它改成不等於 不過我之前好像有看過同學是 因為他不會寫不等於 他只會寫等於 那怎麼辦 他就是滿天才的 他這邊加一個Ls 我看 這什麼 就是如果等於資料 什麼事都不做 然後呢 如果不是資料 那就刪掉 其實這樣寫不OK呢 其實這樣寫是OK的 有沒有發現 因為這邊沒有東西嘛 所以他等於跳過了 但是呢 下一個的話 下一個的話 等於 應該I等於3 就是這個 路接到 是不是 不是嘛 所以不是就Ls 所以他就把它刪掉 但問題 跟各位講 如果你寫這樣 其實當然 程式跑不會有BUG 可是說真的啦 這樣寫實在是有點怪怪的 多一個Ls幹嘛 你衣服下面又沒東西 所以像我的習慣 我看到就真的會想要把它改正 所以怎麼改 很簡單 把這個拿掉 把這個改成不等於不就好了 OK應該可以懂我的意思吧 OK 所以這個地方的話呢 請各位就是 自己再稍微把這一段程式 稍微了解 所以這個執行完之後 你會發現 這個三個就不見 留下資料就對了 OK 執行 有沒有 就OK的 那 其中的話 可能還有一個敘述 這個敘述就是 如果你沒有加這個敘述 它比較麻煩的地方 就是它會一直跳那個 是否刪除 但是那個一直跳 變成你要刪三次啦 所以喔 比如說我這邊 這個第一個 這第二個 這第三個 那如果說假設我 我沒有加剛剛的那一個敘述的話 這個東西喔 在application.displace 認什麼呢 就是 讓Excel 那個跳出那個敘述 不要把這個關掉一下 關掉就前面加單引號好了 OK 那這個沒有加的話呢 結果會變怎麼樣 我示範一下給各位看一下 按一下它 它會跳出 要不要刪啊 意思是這個要不要 要刪掉 又跳出來 這個要不要刪啊 要刪掉 那這個要不要刪啊 要刪掉 那你會覺得說 哇 還好這邊只有三個 你按三次就好 可是如果這邊 假設有100個工作表 那你豈不是要一直按 刪除刪除 所以喔 如果假設 你不希望說 讓它跳出那個訊息 那你很簡單 就跟Excel講 Excel特別注意 Excel在VPA 因為裡面 它會有固定一個物件名稱 叫Application 不過我建議這個Application 名稱請各位 可以記一下 Application 電 那裡面的話會跳出 這個一隻手拿的資料 其實就設定 你幫我把一個設定 變更一下 什麼設定 要不要跳出那個 有沒有剛剛那個叫Alence 所以呢 我的習慣是 大概記一下DIS吧 大概打DIS 它就出現 DI大概就出現 這邊就會跳出 這邊就會跳出 DISPLACE 要不要顯示 Alence Alence 就剛剛那個東西 要不要跳出 好 那我們這邊的設定呢 就是本來是True 把它改成FORCE 那改的方法很簡單 就是重新丟一個參數給它就好 不要啦 OK 所以等於FORCE 當然你除了給FORCE之外 你給0也可以啦 其實在那個VPA或程式裡面 0等同是FORCE 所以你如果假設 你不想打那麼多字 你打個0也可以 1的話就True啦 OK 不過我習慣用選的好了 OK 你就給它一個FORCE 那這個時候呢 假如說你假設 還是有這幾個的話 你會發現 剛剛我們這三個它會一直跳 對不對 現在按下去會不會跳 沒有嘛 你要直接刪掉都OK了 所以以後如果說一堆的工作表 那你就可以很快的把它整個刪掉 感覺還蠻好的 那這一行程式碼的話 我是覺得還蠻重要 將來一定會用到啦 不然的話 有時候你有一些舊的資料 沒辦法把它先清掉的話 那反而會造成一些麻煩 那這一段程式碼 我也把它放在雲端白板上面的第18頁 所以請各位也許參考一下 大家了解一下這一段程式 O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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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OK